黑人陈建州的性骚扰风波 最近即大牙爆料之后 微风女神郭媛媛也在28号晚间 发文透露自己也被性骚过两次 其中一次是在黑人位于松年的办公室 另一次则是被载到家中 黑人将她抱起丢到床上 试图要侵犯 甚至还暗示跟范范的床不能躺 又抱到另一张床上 郭媛媛也表示遭到性骚当时 正是范范怀孕的期间 随着事情越演越烈 范伟齐先是跟陈建州一起提告大牙 29号再度打破沉默发生 她在社群中写下 回溯怀孕时期的事 我可以很清楚的说 从知道怀孕双胞胎开始 我每时每刻都待在家里安胎 中间只有五次出门过 参加一个婚礼 去过一次朋友家具 一次探望黑奶奶 一次朋友聚餐 跟一次野餐 每天散步七千步和固定产检 这些外出黑人全程都在 来过我旧家的人都知道 我家只有一张床 没有所谓的另一张床 文中也透露黑人滴酒不沾 最后也说 我深深相信丈夫是个正直的人 深圳不怕影子邪 我爱我的丈夫 我会用权力守护我的家庭 范范用行动力挺老公 也隔空对郭云云的指控 做出回应